卖假蜂蜜死全家的蜂蜜珍吗?老蜂农来告诉你! 蜂蜜。 蜂蜜拿出了各种自治证件以及身份证的朋友,似乎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蜂蜜没有假。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只要敢这样说的蜂蜜就没有假了呢? 今天蜂部落就来向朋友们分享关于打着各种极端广告的蜂蜜到底是真是假。 看过蜂部落文章的朋友应该对我国的蜜蜂行业有所了解,在过去我国蜂蜜产量并不高。 我国蜂蜜产量变高主要是两个改变,一是意大利蜂的引入,二是活框养殖技术的发展,这使得我国的蜂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很多过去没有见过蜂蜜的朋友也很容易地吃到了蜂蜜,但是问题也出现了,那就是劣质蜂蜜和假蜂蜜。 先说说假蜂蜜,关于假蜂蜜的制作,其实相当简单,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过去是使用了这糖来制造假蜂蜜,但是很快被颜色反应揭穿, 后来使用了果糖,我们的打假人员用尽了各种方法检验,什么化学反应,物理变化,同位素检测等等都用上了。 在网络上也不乏一些号称老蜂蜜之类的检测方法,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用,对于现代化的假蜂蜜,就连我们专业的检验机构也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检测出来的, 不同的应对方法,所以在蜂部落看来,目前网络上流行的真假蜂蜜检测方法都比较扯淡,什么细胞检测法,颜色辨别,拉丝这些现在想要做到简直一如掌都不用翻。 很简单的例子,上面蜂部落说到了蜂蜜的真假,我们的权威机构曾经使用到了同位素检测法, 这种检测方法比起网络上乱七八糟的清水检测,黑部检测不知道要高端上多少倍,但是就是这些检测人员通过同位素检测后对于真假蜂蜜的检测都只能摇头。 所以还剩一句话,真假蜂蜜目前只剩良心。 不过蜂部落可以告诉大家一点,现在的假蜂蜜市面上不会多,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国家的打假实力, 更要相信现在做假蜂蜜已经没有市场,因为真蜂蜜很便宜, 这就是接下来蜂部落想要告诉朋友们的为什么网络上,售卖蜂蜜的商家敢说销售假蜜死全家这样的广告。 原因是这样的,我们的消费者一直混淆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劣质蜂蜜和假蜂蜜, 很多消费者将劣质蜂蜜归类在假蜂蜜的行列,而且将喂养白糖的蜂蜜也归类为假蜂蜜。 这就导致了整个蜂蜜市场的混乱。 实际上,蜜蜂喂养白糖就像人吃饭喝水一样,是在没有蜂蜜的情况下喂养白糖,这根本与假蜂蜜扯不上关系,但是长期以来这样的蜂蜜被消费者认为是假蜂蜜,而且几乎成了定理。 如果我们将只要是蜜蜂酿制的都称为真蜂蜜,那么中国的真蜂蜜可以说是达到了99%以上,包括我们所有网络平台上的蜂蜜全是真的,所以对于商家来说本来蜂蜜就不存在假,什么话不敢说呢? 我们应该区别的是蜂蜜的好坏,也就是我们是多久割蜜,蜜蜂在采蜜的时候一般真正的蜂蜂不会喂养白糖,这里面我们认为的蜂蜜最多出现的情况就是蜂蜜中含的水分过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水蜜。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假蜂蜜,就算我们蜂蜂不是三五天收割蜂蜜一次,十来天对于一蜂来说在大蜜园的地方足够封盖,这样的蜂蜜已经是一蜂蜜最好的质量,所以说网络上还是真的蜂蜜多。 在真假上,鱼土蜂蜜和易蜂蜜是有着重大区别的,很多朋友整天要买土蜂蜜,天天买到土蜂蜜,但是天天吃的都是易蜂蜜。 有人说,易蜂蜜经过长时间的酿制以后质量并不比中蜂蜜差,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呢? 关于这点蜂蜜部落会在今后的文章中进行分析。 这就是今天蜂部落向朋友们分享的为什么网络上的商家敢说销售夹蜜,死全家这样的广告和网络上的蜂蜜究竟有多少是真的的一点看法,有不妥的地方欢迎指正,也希望我们有经验的朋友多多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 欧蜜